假如蒋介石带着台湾回归 他能得到什么待遇 这是1956年外国记者向周总理提出的问题 对此周总理亲口承诺了一个职位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当时的他还专门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也永远都支持中国的一部分 从这也不难看出蒋介石是有民族底线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当时得知消息的毛主席还亲自给他写了一封信 大致内容就是说台湾问题属于内部问题 我们愿意和平解决 希望蒋介石能回来商量一下相关方法和步骤 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蒋介石是非常心动的 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 多业归根比什么都重要 而老蒋一生中最大的梦想也是回归家乡 但是他却一直担心一个问题 那就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 回归大陆的话能得到什么职位呢 官太低了老蒋肯定不愿意 职位太高了肯定也不好 对此周总理做出了回应 如果蒋介石带着台湾回归 那么他的职位最起码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 这是1956年周总理面对外国记者采访时 亲口承诺的 当时周总理的这个回答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并且还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记者会开始之前 许多人在私下里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们都认为 就算蒋介石带着台湾真的回来了 那么他的职务最多就是一个部长 毕竟当时国共两党可以说是势同水火 职位太高的话 解放军很多将领肯定不会同意 并且在重庆谈判时 蒋介石只打算给毛主席当一个新疆省的主席 但是周总理承诺的确实不低于国务院总理 这不就是在说跟他平起平坐吗 对于这个决定 不仅当时外国记者不理解 我国许多人也不理解 凭什么周总理给他承诺那么高的职位 而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 在解放战争时期 大家确实是死敌 但是现在新中国成立了 都是一家人 蒋介石也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当时美国千方百计的 想要他在台湾搞分裂 又是送钱又是送武器 他都没有同意 还一直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西沙海战时 蒋介石也帮助过我军 当时气焰嚣张的南越政府 派遣军舰多次闯入我国 海域的西沙群岛 企图侵占岛交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 拍案而起 大声怒斥 如果大陆不出兵 我即出兵 随后他还让蒋经国 发表了中国领土 不容侵犯的声明 面对气焰嚣张的越军 毛主席当时立马派起来的舰队 前往西沙 由于舰队要经过台湾海峡 本以为老蒋会从中作梗 没想到 他竟然下令打开探照灯 为我方舰船照亮前路 最终 在毛主席的指挥下 我军成功赶跑了越军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 老蒋是一个大局为重的人 把国家领土完整 看得非常重 并且他也是想过回归祖国的 还跟我们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1956年时 我党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 我党提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 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并且做出了非常大的账簿 首先如果他愿意带着台湾回来 台湾除了外交 由中央统管外 当地人事安排 军政大权都继续由蒋介石管理 其次 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 中央政府也会进行不款补助 并且对台湾的改革工作 从缓处理 会尊重当地的群众意愿 台湾可以作为 中央政府统侠下的自治区 在这封信的结尾 还写了这样一句话 凤化之木依然 西口之草无恙 希望你能回故乡看看 当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后 当时直接就冻心了 回到西口老家 可是他做梦都在想的事 但蒋介石生性多疑 就算我们的态度如此诚恳 他也有所怀疑 为了验证这些 他派出了心腹宗一山 来大陆打探叙事 1957年4月 宗一山经香港广州 乘火车抵达北京 周总理亲自在北京东兴楼饭店 会见了他 饭桌上 大家并没有因为他是国民党 而去针对他 之后 周总理还亲自安排他 参观了北京城 面对眼前欣欣向荣的场景 宋一山如沐春风 心里对大陆的刻板印象 一扫了空 回去之后 他就写了一份 一万多字的报告 交给了老蒋 由于宋一山的报告中 对大陆扑都赞扬 蒋介石看了以后十分不悦 他不相信大陆会那么好 肯定是宋一山在说谎 关于回归的问题 再次被搁置了下来 但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之后蒋介石 向我党提出了 六个苛刻的要求 只要能全部满足 他就会带着台湾回归大陆 1965年 蒋介石与我党 和谈台湾回归时 他提出了六个苛刻的条件 其中最简单的一条是 在台湾回归后 保留国民党全部官员的职位 当时党内许多人都不愿同意 但毛泽石 立即根本人都不愿意 竟在另一位 可怜的 证明 �ef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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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事也就此搁置到了现在 不过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 一定会有祖国统一的一天